你 什么意思 我要 什么意思 我要挨个举报你们这些人 说吃猫肉这些 原来直播间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步伐 真的是法外狂徒这么些 怎么回事啊 一点没有爱心呢 怎么在这 开玩笑也不能开啊 怎么能吃小动物呢 啊你不许说 啊好残忍 不要说不要说 能睁开眼说话吗 你能睁开眼看直播吗 别在这里眼听力好吗 我这里不是英语频道 啊别说吃猫肉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要禁言了 管理 从现在开始 从我这个手指头竖起来开始 再说那个什么猫肉什么东西的 都给禁言了 不许开这个玩笑了 有纹身吗 没有纹身 我爸爸常常跟我说一句话 身体发福 瘦之腹 我说我去纹眉 他说我打断你的腿 我说纹眉怎么了 我不管打断你的腿 所以大家就 嗯好吧 我这辈子是不会纹身的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体验的这个乐趣了 假发是两个牌子的 皮毛一体的 皮毛一体的 去问可以问问问我爸和我妈是怎么造出来的 嗯 皮毛一体的 语文科代表 为什么是语文科代表 你哪来的腿 我长出来的腿 我什么我哪来的腿 我看我自己努力长出来的腿 什么叫我哪来的腿 什么意思 光看见我头 什么意思 那我平时就一颗头在地下滚呗 哈 你怎么跟小学生一样 我这明明就是恐吓 叫威胁 怎么就跟小学生一样了 能不能尊重我 谢谢这个小顿号送的小星星 大本牙什么型号的 大本牙没有型号 没有型号没有型号 还有脖子 什么意思 脖子夹个头在地下蹦呗 今天不唱歌 今天跟大家得不得我就要下了 我要早点休息今天 然后明天会给大家播好吗 你们不会看见我烦吧 烦也没有用啊 你下去下去下去 主播大小眼 你眼睛一样大 咱跟玩那个 大家一起来找茶一样 非得长得一模一样吗 长不一样不闲 闲的没事自己在家里玩找茶 谢谢不怪你 送的这是什么东西 谢谢帝君 送的竞速翻转 谢谢这个爱迪生 谢谢星光 谢谢不怪你 你都要糊涂老板 糊涂啊 主播是呆子 你才是呆子 我告诉你这是人格侮辱 我要说你 我要说你是头小猪 你喜欢吗 你愿意吗 脖子上有鼻石 那是痣 你脖子上长鼻石 为什么有鼻毛 你也有鼻毛 什么意思啊 你鼻毛老长 你鼻毛脱出来能打个结 好大的熊猫眼 这是装花了 今天真的是装花了 今天戴妆戴太久了 为什么有鼻毛 我为什么有鼻毛 我长出来的鼻毛 你自己去查一下 鼻毛是 帮助你阻断这些空气里的脏东西的 它是好毛 谢谢后知后觉 谢谢百无禁忌 主播怎么用鼻孔说话 你鼻孔就是 鼻子下面这一个大的 这么大 这么大是鼻孔 鼻孔里面长牙 谢谢五脸男 谢谢小 谢谢小宝贝送兔兔 威胁他人是犯法的 我没有威胁他人 我在威胁一群小牛马 我在威胁一群小牛马 主播有头发 主播有头发 主播有头发大兄弟 有头发 主播有一头 茂密 且乌黑亮丽的长发 羡慕吧 谢谢轩送的鼻孔 为什么不露脸 大家就是 嗯就是 眼睛不好使的这些 谢谢无邪 谢谢胡杜老板啊 眼睛不好使的哈 这些 就是感觉像 感觉像岁数大了 的那种呢 就赶紧去 这一只 你要年轻 你也这样的话 那 那你这后半辈子 我挺挺担心的 你这出门 你看你眼也不好使 耳朵也不好使 但是 你一下就 卡个大礁 是不是 谢谢这个小鸡蛋 啊 这么大的黑眼圈 那是化的妆 你个不懂时尚的家伙 幼儿园等你单挑 谁现在单挑 还找幼儿园单挑啊 有本事 有本事咱们去警察局门口 去单挑去 谢谢亲爱的不法分子 送的兔兔 谢谢 谢谢小马 同意 谢谢各位 送的礼物哈 谢谢那个各位 那个不法分子送的礼物 主播卡粉 主播今天真的卡粉了 这个我就不对你们了 因为我今天 戴妆戴太久了 口红掉色不可能 口红是我刚画的 不可能 C21 主播有低保吗 主播没有低保 鼻毛露出来了 你从哪看见的 我怎么都没看见 谢谢这个老家伙送的浪漫花火 为啥有人能发语音 不知道呀 眼妆是黑山老妖同款吗 你才是黑山老妖 犯人 俺这是漂亮的大蝴蝶 什么叫拿个石头坠着呀 你真是不懂 你真是 哎呀朋友们 你们这样能找到女朋友吗 一个个的 又是黑山老妖 又是大石头的 哈 那岂不是你们要是以后 遇到了喜欢的女孩 她们在你眼里 天天要不就是被人打了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吃小孩了 要不就是耳朵上刷个大石头 哈 朋友们 能找着女朋友吗 长点心吧 动动脑子吧 那个脑袋 别放在那里摆着光好看的 像个漂亮的脑花一样 好吗 动一动她吧 动一动她吧 求求了 我不是为你们 那什么 我是替将来这些女孩子 我一想到她们听到你们的话 该有多生气 我就替她们 替她们愤怒 知道吗 胡子卷 你这个光滑的脸 怎么会有胡子呢 你告诉我胡子在哪 头上的这些 嗯 主播有脚气吗 没有脚气 可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能熏着你咋地 怎么是八子梅 因为我使劲揪揪着 它就变成了八子梅 我要是放下来 它就变成了大粗梅 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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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粗梅 你吃粗梅屁屁 谢谢逍遥送的甜蜜航班 谢谢糊涂老板 谢谢吴辽 黑山小妖 你是什么 你是黑山老妖 眼睛被谁打青了呀 你以后真的是找不到女朋友了 嗯 希望你以后找到你女朋友 你就跟她说 啊你怎么眼睛被人打了 你这眼眼睛是什么 是中毒了吗 为什么会拉丝啊 你这眼睛 睫毛是怎么了 怎么还一个个月是什么 粘着苍蝇腿在上面吗 你就这样说哈 你就这样说 我祝你好运 我祝你好运 我看你这条路能走多远 我看你爱白掐爱白揍 好不好 我们将来见分晓 好吗 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 好吗 我不会制裁你了 等你以后的女朋友去制裁你 好吗 祝你好运了小兄弟 嗯 谢谢C-A-R-L-O-S 口水能拉丝吗 戴牙套会拉丝 普通的口水应该不会拉丝 什么意思 这阅读理解 我刚才说那一番话 怎么就变成我吃苍蝇腿了 什么意思啊 还有三天高考了 赶紧休息去啊 赶紧休息去啊 怎么还在这里看直播呀 好家伙你画月怎么什么意思 嫌我嫌弃我了呗 嫌弃我画蜜了呗 是不是 就 嫌弃我画蜜了呗 你以为我会改吗 不可能 我会越来越蜜 哈哈 我会越来越蜜 睡了晚安晚安 又变黑山老妖了 你是什么妖 你在上海经的地级耶 想听我唱嘉宾你想想呗 想想吧 梦里啥都有 有几根头发 不知道 有一把 脖子上有灰 脖子上哪有灰啊 你有一米吗 当然有了 大家不都是一米多吗 你头呢 什么意思 是你屏幕太小 还是我凑得不够近 这么大颗头看不见 眉毛跟烧火棍似的 你眉毛才跟烧火棍似的 你见过这么灵活的烧火棍吗 蛤 白人 为什么会有两个鼻孔 你有几个鼻孔 你三个鼻孔 什么意思 睡着睡着 赶紧去睡吧 现在睡觉的感觉就是老家伙 要么就是小孩子 要么就是老家伙 主播咱不睁眼 唉 你说这话的时候就非常的可笑 知道吗 就把你自己的眼睛不好使 然后脑袋也不用 暴露的一览无语 知道吗 你头在哪买的 头不是买的 是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好吗 你个小笨蛋 嗯 你是孩子王 不要用这么幼稚的称呼来称呼好吗 我是社会人 记住了吗 社会人 OK OK 为什么胡子长头顶 因为头顶的东西它叫头发 它叫头发 不是脸上所有的毛 都叫胡子的 好吗 它头顶上的叫头发 好吗 主播鼻孔好大 你鼻孔小 你鼻孔小 你鼻子下面直接封死了 为什么不回家 我为什么要回家给你做饭吃啊 谢谢帝君送的抖音一号 谢谢 谢谢糊涂老板 谢谢糊涂老板 大脸攻击 是啊 就危险你害怕吧 害怕吧 哈哈哈 脸盘我不能 我就喜欢凑什么 为什么凑太近了 不好意思啊 确实太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凑这么近 不开声音新世界 别哈 别哈 大晚上的你不害怕吗 我在这儿了 我在这儿了啊 我在这儿了 我就不动了 我不凑这么近了 粉好厚 因为今天我带妆带了一天了 所以一直在补粉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我要回来回到家以后 再把这些全都卸了 再重新画的话 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玩游戏吗 玩呀 我玩吃鸡 但是好久没有玩了 朋友们 我觉得我该下播了吧 是不是 我已经够意思了 我已经 我已经播到十点半 我够 我够意思了吧 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看看明星吧 看看明星 是不是都没见过明星 给大家看看 我家里的明星哈 嗯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 嗯 小可爱 非常开心 他进入直播间 非常开心 是吧 就刚才你在这儿 在这儿跑酷 对吧 小玩意儿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好明星带安静完了 可以让明星走了 你走吧 他很开心啊 在说什么呢 什么被迫营业 嗯 什么被迫营业 讲一下感情问题 你感情就怎么了 鼻毛解一下 你管我的鼻毛干什么 管好你自己的鼻毛 自己的鼻毛 自己管 他管我的鼻毛 自己的鼻毛 自己管 他管我的鼻毛 自己养老虎是没法的 但是我没有养老虎啊 你小笨蛋 你是小班 我是社会人 我已经是社会人了 我已经毕业 有一年的时间了 我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一年了 害怕吧 还不害怕 所以都给我放尊重点哈 我才是这个直播间里的王 你要是惹了我 我就把你踢出去 你要是骂我 我就把你拉黑 让你永远都不能关注我 每次进来都在怼人 也没有每次啦 就是最近啦 就是最近 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了 就喜欢看我怼人 就可能就是 就可能是太闲了 没有班上 没有班上 他就想看我 他就想看我怼人 好可爱 太可爱了 怎么会这么可爱呀 你做梦吧大哥 谁做梦 谁做梦 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 不是代表 你没看见的就是我没有 好吗 你看见我的腿了吗 那代表我没有腿吗 我有腿 我是个健全的人 好吗 我有腿 我还有两 我要两条大长腿 大长腿 大长腿懂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纹身啊 不要在这里给我造谣 好黄的牙 你牙白 你牙白 晚上带你出去就行了 都不用打灯 举着你就行了 让你把牙一晃 警察都要来抓你 问你为什么要开远光灯 你牙白 晚上大家都不敢看你 因为你太刺眼了 整个脸就剩了 就剩下一个牙 什么时候开始带货 我已经开始带货了 你没发现吗 那我带货有点失败啊 上眼皮明显是因为黑眼圈吗 上眼皮明显是因为我画了眼影 好吗 你个小笨蛋 我交给你了这个知识 怎么了 嗯 我交给你了这个知识 希望你能合力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 好吗 发际线是不是在后脑勺呀 什么意思 我后脑勺长这儿 你后脑勺长这儿是呗 是吧 你以后扎那个 你是男的女的 你以后扎小辫别扎这儿 别扎这儿 扎这儿 扎这儿 以后睡觉 睡觉 也别这儿找枕头 这儿找枕头 知道吗 头顶着睡 这儿找枕头 你后脑勺长这儿是不是 你这猫这辈子长不大 猫为什么长不大 鼻孔什么牌子的 鼻孔没有牌子 你鼻孔还有牌子 什么意思 为什么猫的眼睛比我大 他怎么可能眼睛比我大 我鼻孔可能跟他眼睛差不多大 我该下播了吧 不是不该下播了朋友们 该下播了 为什么再发出声音 因为我是个健确的人类 我会说话 很神奇吗 是不是很神奇 啊 速度该下播了 对不对啊 你能不能下去 你不要在这里 今天没上课 但今天我没有备课 大家想听讲什么吗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什么东西 随便讲一个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 还有什么 有什么想听的吗 我后面谁啊 我后面没人 小狗才能看见 人看不到的东西啊 不上课吗 我今天没有备课 今天没有备课 我看有没有什么 问什么 什么 什么 值得回答的问题 不是不法分子的问题 讲我的感情经历 我的感情经历 没什么可讲的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能不能下去啊 你个小 不法分子 脸上有个坑 我也不知道 那是小时候长的 睡前故事 睡前什么故事 上什么课 我一般直播最后下播前 会给大家 会给大家讲课的 不讲线性代数 你想听线性代数 去去去找别人去 高速现代不讲高速现代 概率论也不讲 物理化学都不讲 那你们没有说什么 没有问问题的 我就不讲了 明天我再给大家上课吧 明天可以背一下课 背一下课 好吗 该下播了 量子物理 你太抬起我了吧 还能讲量子力量 那你讲什么 我讲的是人生哲理 我讲的是比较高深的东西 就是 人生哲理 定积分 定积分怎么会不懂呢 定积分你从基础好好学呀 看题型啊 定积分你不定积分 定积分还可以的 好好学好好学 你们能不能说点 让我就是 我能讲的 求求你们了 行了我发现了 你们就是催我下班对吧 吃不催我下班 那我就下班吧 好吗 讲一下如何追女孩 你看看你 讲毛盖 毛盖不用讲吧 毛盖还用讲吗 毛盖看 毛盖看书做题吗 叙利亚 这种国际问题不要讲啊 不要说 不要说我再重复一遍 国际大事不要开玩笑 国际问题不要开玩笑 国家的问题不要开玩笑 政治问题不要开玩笑 好吗 生死问题不要开玩笑 这四个事情一定不要拿出来开玩笑 好吗 啥都不会啥也不是 是 体育老师 我讲个那个什么吧 前两天有人问我 我就稍微一说 好吧 大家不想听的话就算了 前两天有人问我 问我对 没怎么上过学的人 是什么看法 就是可能 有很多人可能很早的 初中或者高中 就不上学了 然后出来打工 因为家里的原因 其实大家不要 为什么我老说 学习好 或者是学习比较重要呢 这个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下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你当然要去好好学习 好好珍惜学习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也不要因为这个 去怀疑自己 去怀疑自己的家庭 因为每个人他肯定 不能说是生来就是完全平等的 但不能因为 我们生来可能会 嗯 没那么完美 就不好好生活了呀 因为每个人家里 包括我家里 我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家庭 你们虽然看我现在 人模狗样的 但是我 我的家庭是个非常封建的家庭 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有一个哥哥 非常的重男轻女 所以我 我从小其实是 其实是必须被要求着 懂事的那种 就是山东 山东那种封建的家庭 需要你女孩子就是 嗯 做个好好做个 嫌妻良母的那种 嫌妻良母的那种家庭 所以 每个人家庭 都有每个人 难念的经嘛 所以你们不要 你们要想的是什么 小朋友们 还有大朋友们 你们要想的是 怎么好好过完 你们自己的这一生 这一生终究是你们自己来过的 对吧 不许不听 你不听你走吧 你不听你走吧 能听的你就可以听 这一生都是你自己来做选择 自己来过的 包括你在 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 你觉得家里人很烦 老实说你 怎么看了回手机 就在那说你不好学习 或者是你上班的时候 家里人也管你 或者是就管你 让你上这来上班 或者让你上那来上班 家里人初心 肯定都是好的 但是选择还是要你自己来做 当然了 你做定了这个选择 后果就要你自己来背 不管是发生了什么 不管你是事业失败的 还是学业失败的 只要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不管是家人比你的 还是你自己去做的 你只要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你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 都需要你自己来负责 好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的决定 自己来决定 自己来负责 好吗 希望大家都能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不依靠其他任何人 特别是女孩子 不要依靠其他任何人 好吗 今天就简短的上了这个课 然后我们就下播了 早点休息好吗 再休息朋友们 明天再见吧 明天播吗 明天看情况吧 明天看情况 大家记得以后要是蹲不到我直播的话 蹲不到我直播的话 记得去微博 微博看我 微博看一下 我会微博提前给大家发的 要不你们就白等啊 不在危害 我现在在北京捡破烂 走了朋友们 走了朋友们 早点睡觉吧 早点睡觉吧 别熬了别熬了 熬了秃头呀 熬了秃头 晚安晚安 晚安 晚安 还有朋友们 你们的评论 还有私信 我都会看的 但是我只会有用的信息 就比如说那种什么 加个微信 处个对象 交个好友之类的这样的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那种没太有用处的那种 我可能不会回 因为回不过来 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是有问题 或者是 有事情 什么事情发生了 或者是你们真的就是 想跟我说什么话的话 那我是会回你们的 好吗 嗯 好了我要下了 再见朋友们 走了 走了 早点睡觉吧 晚安 晚安